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骨外油纹式肉瘤的症状 油纹式肉瘤通常我们认为是一组毛病 叫做油纹式肉瘤 原始神经外皮层肿瘤 它是一组小原细胞肿瘤 就共同的移成学的一个特征的改变 发生在骨头里面成为油纹式肉瘤 发生在骨头外面成为骨外的油纹式肉瘤 主要一些症状 一个是脚部的不适感 脚部的酸脏不适 包括脚部疼痛 发展以后脚部磨到肿块 也可以有脚部皮肤的升高 脚部皮肤发红等等 如果说有脚部神经的受损 会有运动和感觉功能的障碍 对于骨外油纹式肉瘤的话 它还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肿瘤 世界之后症状 如果说能早期的去就诊 早期的去发泄 可以做一个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包括放疗化疗等等 取得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效果 整体来讲这个毛病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 转移率啊 复发率还都是比较高的 而且很多时候会在早期的出现 需要引起重视的这么一个毛病 专家提示 骨外油纹式肉瘤 主要症状为 局部酸脏不适 疼痛 可出现局部肿块 皮温升高 皮肤发红等表现 如局部神经受损 可有运动和感觉功能障碍 骨外油纹式肉瘤 恶性程度高 出现症状后 早期就诊 早期发现 可采取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